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那么关于他的传奇就会大不相同 此时小兰真是不可思议 他或许会像他同时代的某些名人那样 成为人们在门端或者别处经常遇见的人物 成为无数画面和艺术的读题 成为许多小说也可能是荒谱的作者 当他离去之时 我们沉浸在对于他中年时期 一些人和生日的回忆之中 他或许会生活复以一番风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当我们想起他时 我们不能不想起在我们现代世界中 时运不济的某一个人 我们不得不回顾前一世纪五十年代 想起荒野的约克郡沼泽地带 一座遥远的教区牧师祖宅 在那教区牧师的处宅里 在那荒野的沼泽地带 他不幸而又孤独 如愿处于贫困和精神测放的状态之中 这些情况既然影响了他的性格 很可能在他的作品中也留下了他们的痕迹 或者这样 一位小说家 一定会使用许多很不经久那一种材料 来建立他的小说节奏 这些材料起初给他一些现实感 最后却是他被没用的废料所拖累 但我们又一次翻开简单 我们无法压抑那种怀疑 我们将会发现 他想象中的世界 和那荒野的教区牧师祖宅里一样 是古老的 维多利亚中心体的 不合时尚 那种地方只有好奇者才会涉足 只有虔诚者才会导臣 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情 翻开了简单 今天读了两页 所有的疑虑 就和我的头脑里一扫而光 青红色的帘幕的褶皱 阻挡了我右边的视野 左边是明亮的玻璃窗 它虽然保护着我 却不能把我和十一月的那个阴暗的日子隔离开来 当我一页页地翻了我的树门 我过时地停下来思索了那个一日下午的情景 在远方是一片白茫茫的云红 在床处是湿漉漉的草地和风吹雨的滑落 下不完的云水还在一阵长长的狂风哀号声群列 又是狂能越过 再没有什么比那荒野的肘子本身更不经济 再没有什么比那阵长长的狂风哀号声更感时劳 也再没有什么比这种兴奋状态更加转硬 它促使我们匆匆忙忙浮光队瘾的读完了整部作品 不给我们时间去思考着恶 也不让我们的目光离开书业 我们是如此的专心致志 如果有人在房间里走动 他的行动似乎不是发生在房间里面 而是在遥远的渊河区域 作者站住了我们的手 强迫我们沿着他的道路前进 迫使我们去看他所看到的东西 他可从来也没有离开我们 或者让我们把他给忘了 最后我们终于沉浸在夏洛提斯 帮他的天才 积极和义分之中 故同熟悉了面包 轮廓扎实的人物 信心快递的容貌 在我们面前一闪而过 然而 要是通过他的眼睛 我们才看到了他 他一旦离去 我们就休想再找到他了 想起了Logist 我们就不得不想起简爱 想起了荒野沼泽 简爱又浮沉着我们的眼前 想起那个惠客室 甚至那些松印上了色彩鲜艳的 滑滑的白色地盘 那个灰白色的巴黎西亚的鼓舞台 它上面镶嵌着波西米亚玻璃花石发出的 红柏式颜色的光彩 还有那房间里 雪和火焦香灰映的红色彩 要是没有简爱的话 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 作为一个人物而言 简爱的缺陷并不难找 他总是当家庭女教师 又总是要坠入其忙 在一个毕竟大多数人 既非叫许旧非情人的世界里 这可是一种严重的局限性 和简爱这个人物的这些局限性相比讲 一部简安斯丁或者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人物 就会呈现出许许多不同的方面 他们活着 而且通过他们对于真实的 把他们反映出来的许多不同人物的影响 是他们本身又复杂化了 不论他们的创造者 是否守护着他们 他们到处走动 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 对我们说来的 既然他们已经创造了它 就似乎是一个 为自己可以去拜访的独立的世界 然后呢 他们在其个性的能力和事业的下转方面 和相互地旁得更为相近 然而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差异是绝当的 当我们阅读无人的时候 当我们是神 我们并不匆匆而让我们把它看回 我们沉思莫想 我们离开了正门 给人家之分的思想线索漂流开去 再让我们的众美建立起一种疾问和见语的情感 对于这一年他们自己无论是意识不到的 既然他们世界难充足的独立 我们就不能让他们军战队的命运 和那具有最大内涵的疑问 结果在一部哈尔战的小说中 最最重要的人物似乎 往往就是那些没力为戒的人 这种独特的能力 这种刺手推力的好心 夏洛基·布拉特是斯河罗友的战略儿呢 他并且企图解决人生的问题 他甚至爱业生不让这个内容的存在 他所有的一切力量 由于受到压抑而免的特加强烈 全部集中到这一段人的生命之中 我不爱 我恨 我不懂 我恨 不懂 我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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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被他们所采纳的传统,他们也扩托修了其手。 大人阿贷和夏朗吉普莱特,似乎都在一种虚拟,而由旧的活动他从自动基础之上,是建立了他们的风格。 他们的三个的主要传统是奔牛而难以降。 然而,通过辛苦的逃度和最反强的整体性,他们把每一种思想讲述。 这不是说是让他正熟的文字,是至于他本身的议题。 他们为自己作造成一种堪称和无他人思想活舍的散文,而却用一种无特的美意来严和兵器。 夏朗吉普莱特,至少没有从教权的阅读中读到什么好处。 他从来也没有学会职业作家的习武德上,或者莫得任何给体和支配文字的能力。 他决定,不由旧也不能头颅自古地和抢走力地, 考虑中询的温柔而雅的头脑骄傲,不论对手是难事。 这次我很可能从自在外省杂志上口号的口面做成了手笔。 但是他其中的火力,增加了速度,接下去用他自己全微性的时候说呢。 直到我已经见过了传统保留看着的伴迷武士, 和莫得自信心的门槛,在他们内心的炉火旁边赢得一席之地。 就在那儿,他错了下来。 正是他内心之火的红色的闪烁的光芒,照亮了他的手艺。 换完之,我们阅读沙洛迪·布朗特的作品,并非由他对人物细致入窥的观察。 他的人物是生气勃勃的,简单粗糙的。 并非由于他书一样的喜剧色彩。 他的书是严厉的、粗糠的。 并非由于他对人生的哲学见解。 他的见解不过是一代相恨有诗女儿的见解。 我们演出他的作品是为了他的诗迹。 或许,所有那些俊勇和他同向不可抗拒的特性作家都是如此。 结果他们就像我们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所说的那样。 他们只要把门打开,使别人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他们就赢得了人们的核断。 在他们的心中,用某种节奏不虚脑,凶猛特的力量, 永远在那已经被他们所接受的事物的秩序所挡住。 这是他的渴望。 他不是耐心的袖手旁观。 正是这种渴望创作的热情。 他们决定一个很黑暗的隐形和其他四样的障碍。 离开普通人的热情。 他们以后取得了前进。 并且使他们自己和他们更加难以表达的准处激情, 接触了同步。 这使他们成为诗人。 或者,要是他们情愿有散文来写作的话, 使他们不难解释了他的限制和约束。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 叶比利和夏洛迪姐夫俩总是挑出一大自然。 他们都感觉到, 需要有某种更强有力的象征。 他比肥严和行动更能表达人类真心中巨大的浅浮的主一种激情。 夏洛迪姐夫俩总是说, 违列体正是以对于一场暴风雨的表现来接累的。 夜幕一城,天空一暗, 一艘舵舵从西方来, 云彩变化成准复其夜的行动。 他就是这样, 借助于大自然, 描述了一种非死不足以表达的行径。 然而对大自然, 他们几位俩都不容忽陶勒赛, 还怎样思惑, 找得那么进去, 也不如丁尼声, 也不容忍那么信。 他们专入了大地上, 和他们自己的感情, 或者他们赋予书中人物感情最为接近的那些方面。 因此, 他们底下的迷雨, 沼泽, 和夏季可爱的天空, 便飞着来点着夜枯燥为此, 或者表情做着, 判断了这个感情。 他们使那种情绪, 继续发展, 显示了, 一流平的记忆。 也不算有意思, 还管不在于发生着什么事情, 或者说了什么话, 而是在这本身, 各不相处的事物和作者之间的无种东西。 因此, 这意义就必然难以掌握。 在这本身上, 那样的作家, 色情温柔尤其是如此, 这是带着十全不细致的作家, 他要表达的意义, 和他所使用的文字不可分离。 和大家的计划, 你会在这本身上, 并且说这种读, 它对他们发展, 还不如说是一种情绪。 叫三众是一部屏剪, 我还放在这一间的作品。 因为Emily是一位李希尔老鸣更伟大的诗。 但是,他的下樓梯协作就是,他以熊片滑点热情一样来听说,我爱,我恨,我痛苦。 他的经验,自然更为强烈,却和我们本身的经验,处于同一个水平上。 然而在武校生当中,却没有这种武功,没有家族的教师,也没有不用教师的主流。 有道,然而却不是男女之外。 这位女士被某种更为狗犯的思想观念做起来, 来促使她去创作的动力,并且她自己所受到的痛或者伤痛。 她朝外流老去,她有一个死生无恋或是乱不堪的世界, 于是,她觉得她的内心有些多力量,让她一直到一种大大自然的世界,重新成为意识。 在这步骤中,从一头之内都可以感觉到那巨大的抱负。 这是一场战斗,虽然少了一家活着,但依然信心排队。 她有力把她的人物来听说的,不仅仅是我爱或是我恨, 而是我们人类人类和你们共同的力量。 这句话并未说完,她女人有畏惊,这不是危机。 变怒警惕的却是她,完全的梦,是我们那年要她心中想说而明说的话。 她在开刀里,我想那些半个人太多的化妆涌现出来。 如果其他一切都毁了,而她还留得下来,我将继续生活下去。 如果其他一切都毁了下,而就把她的灵魂了,整个宇宙, 将会变成一个极其弱势的地方。 我觉得似乎不再是她的一部分了。 她在死者面前所说的话中,这种思想把女爱又一次昂发出来。 我看到一种,看人家还是地狱,不如做本的感性。 我感觉到,越来越有无耻,越来越生活的一种能量。 她已经有了永恶的来世,再来,生命无限的绵延,爱情无限的和谐, 无限的冲击。 正是对于这堂千亿为人类的一切的幻象之下, 还要把这些幻象升广到重当中间的模仿力量的暗示, 使这部作品在其他小货中间,显得充沛麻醉,形象更大。 然而,这也不让她来说, 在她的诗歌中,她已经彻底做到了这一切。 而她的诗歌,或许会与她的小说流传的更久。 但她是诗人间小说家, 这必须是她自己承担一种更为亲切来徒劳无果的人物。 她必须面对其他各种生存方式的事实, 和关于客观事物的极限文作斗争, 也可以以士兵的形态来建立隆创和防射, 并且放得在她本身之外, 独立生肯定在她本身之外。 也是我们看到了这些情绪的灵魂, 并非借助于夸张过让黄泛文字词。 而是能夸, 直到因为坐在树枝上描放的小姑娘, 多分一场无量的歌谣, 看到黄泉的山群在掠草, 兴建柔和树, 清新的吹过草属。 这个能夸, 以及她的一切灰魂和游戏的传说, 就可燃成现在我们的影集了。 她给我们存在的机会, 使我们可以把胡椒成为一个真实的山庄, 把西克里和一个真实的人物互相比较。 但允许我们提出疑问, 在之前, 和我们自己同情所作前的人类, 永然相逸的那单位之中, 从何会有真实性诺查理, 或者那些作为幽默的情报? 那我们, 甚至就在我们提出问题之前, 我们在西克里的身上, 看到了因为天才的权力, 所可能看到的那种生命。 我们说了, 有可能会有她那样的能力。 然而听完如此, 在外医学造型中, 却没有一对少女的形象, 比她更为深奥的争论。 这算上的女人也是如此, 我们说没有任何女人, 会有她们那种感受, 或者会以她们那种方式来行动。 另外如此, 她们还是英国小说, 最可爱的厚度形象。 在明明, 也做很多包围快乐时, 给人们的一切万种标志, 都撕得粉碎, 然后再把一股如此强烈的生命气息, 灌注到那些不可辨认的, 透明的幻境中去, 使她们超越了现实。 那么, 她的力量是一切力量中, 最为罕见的力量。 她可以时间上摆了她文件的事实。 也要说明, 她可以点入一张脸颗的那一色的精神。 意思, 她并不需要介绍于徐帝国。 想她说起, 我并不需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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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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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熟人或是长到外面的我就很是难看 放了我们 他们对黑暗与腐败的读道理 然而他们却是地面上的生命之术 还能少听力 我们论有多大的风暴 也许不想想了根深地固的生命之术 这就是树干的骄傲之素干 我这一次感到骄傲 我从不后悔我出了树干 我没有什么可怀恨 我力所攻击的 我都做了 毕竟能力去做 但是我原来 我最爱的光明 我都给人家拖头之处 在他的肚子上下 他拖头成长 赵铁云发高达 我多么希望你能开花 也能技术靠实用的果实量 那 有什么法则 在我们这些树面军程中的树上 虽然新人用花牙生长开花结果 他们是受罪主义以外的工人 实验 因为学评价家和美学学家 曾经吃了一些 但他将对光家出色 却偏向我 也无法评论自己的一切 这样 我的国师 当我跟着甘甜合作不出钱 虽然 一种人都会再往寻 评论我的想法 你 我 你是 我是 我 你 你 我 我 谢谢观看